反而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就好像Irene你刚才说了,监管,监管未完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都挺关事的,就是其实内房那个问题是 就是去年年底开始一直都有这个问题 那就好像最初就是今年年初就因为叫做 人行和相关一些政策银行都放松一点,那就好像有点好了 或者叫做舒缓一点,但是最近你比如见到融创刚刚都 又急跌,那也是因为还不到钱,或者 深刻有某些叫做技术性的违约,那这一类型的东西还是 还是继续发生的时候就变了难一点,因为其实都 已经维持了一段都不短时间了,都大大话话 都四至五个月都是这样,那其实以过往内房 就是那种资金链,他们其实都差不多去到极限 这个是会下一季会有些担心,或者甚至短一点来说 大约三月都需要担心的地方 那这部分就会有少少,就是我觉得还是继续缠绕着的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港股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你见到其实现在美金都升了不少的,那你见到都很正常 因为其实说基本上就是,只要世界有些什么危险 大家觉得有风险的时候,美金就会升了 那但是美金继续升,就其实对整个新兴市场 其实都不是只是香港的,其他都会有些影响的 暂时你见到,除了是南美那些会相对好一点点 就是大家觉得那个仗不会打到去 那但是其他那些都是不是那么好的 那香港我觉得,正如刚才说的就是外面有风险 里面都受困,再加上又有资金这个问题 就是那个Dollar Index,就是说美元指数那个问题 那我觉得暂时三月都不是,不是一个很适当去捞底的时间 我会自己再等下先的,是的,就是和整体来说 如果你说香港可以买的行业,我想 除了之前说过商品股,那可能相对上会表现好过其他一点点 但是和外面比都不算特别好的 就是,如果你说和外面其他的市场比相关 比如可能石油啊,或者金属啊,那些类型股份都不算特别强的 就是他们还要走弱一些 那另外,但是已经算hold得好了 那另外一些可能在香港来说都是集中,暂时都算是集中国企 就是说国企,如果你说之前有段时间回吐得很厉害 那然后可以觉得可以有少少位可以考虑一下捞底的 那可能是一些基建股,那但是这个就真的要看着价位的 就是譬如可能10000那些,那我都是,现在这些位 可能就是四个四毛多,四个半附近买 但是说的都是两毫指至两毫半指,就是可能四个二毫半 都再跌穿都会斩的了,会是这一类咯 就是不是那些很强的或者可以很长线的东西 我们就暂时会少一些了